另外这是台大这位国气系的教授陈永昌 跳出来控诉台大教职员的宿舍违法收取了管理费 双方互控官司 不过法院呢一二审都判他败诉 台大呢跟他来追讨返还占用的宿舍的40万元的费用 教授和台大对立聚角宿舍管理费 官司至今两年多 台大国气系副教授陈永昌擅长行销管理 原本住在温州街教职员宿舍一住七年 这里有36户教授 学校会从薪资账户每个月扣除 一万零两百元的宿舍管理费缴交到国库 但是台大要住户们组成管委会 又收取三到四千元的费用 说是作为宿舍维护费和停车管理费 他不满的是变成了双重收费 教授和校方签订的叫做宿舍借用契约 并不是一般的租赁契约 争执的重点在于宿舍管理费 有双重收费的协议 他说依公寓大厦管理办法28条 管委会的成立必须是建筑物所有权登记的区分所有人 也就是房屋所有人才能组管委会 但36户教授都是房客 怎么能组管委会收钱 硬逼我们要成立管委会 然后硬逼我们要交钱 他现在就都认为说 这个钱是你们宿舍自己收取的 所以跟我台大无关 现在又说 如果不缴钱的话跟他有关 他又要逼我 36位告诉只有你敢这样不交 对 对 我一直记得 这个管委会呢 他其实基本上应该不是属于 公寓大家管理委员会的 这一个所谓的管理委员会 那但是呢 因为在他们的宿舍借用契约当中 第七条文明定 借用人愿意遵守事务管理规则 宿舍管理的规定 那代表着说 当今天我创造了一个 我今天建立了一个管理规则之后 其实只要你是借用的人 你入住在里面 你就必须要去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当我们这一个管理规则 里面有明定说 我必须要去缴纳一定的 例如说清洁啦 或者是倒垃圾等等的费用 那借用人在依照这样一个契约精神理想 他其实是必须要遵守的 宿舍契约有附带公证书 里头订定如果据缴管理费 经过催缴人不缴纳尽受强制执行 陈教授从民国97年开始跟台大打官司 台大就不再让他续住 但陈教授直到上个月才搬出去 这下台大要他返还占用宿舍 两年多来的不当得力大约40万 教授他没有缴费用的部分 要请他就是缴回去给管理会 官委会 对 那那个随校就是还有一些 房屋的房舍管理费用的部分 也要请教授过还 是占用宿舍的时间 那请他那段时间的那个租用 也要归还费用 但是对于宿舍管理费 有没有双重收费 校方没有明说 行政命令底下去收受的那一个管理费 它当初的到底用途是什么 如果和墓地相同 那可能就会有跌疮家屋 目前陈教授已经搬离温州街校舍 返还给台大 但是对于宿舍管理会 有没有违法 以及判他败诉的十位法官 都被陈教授控告 官司都在进行中